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開箱 BOSE 的 SoundSport 3 Wireless 它是一個運動用的藍牙耳機 而我這次選擇的顏色是深藍色, 配合螢光黃色 我們看看盒子 首先是同時支援 iOS 和 Android 系統 另外我們看看這個位置 它是有防汗水的功能, 所以適合運動使用 另外的電池可以用到5小時 而配合左手邊的電池盒 它可以額外為耳機充多一次電 即是總共有10小時的使用電量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開箱看看 拆開膠紙後, 把箱子拖出來 再左右掀開, 像現在一樣 看到左邊和右邊都有裝飾 而中間就是耳機和配件 我們先拿配件出來看看 我們先看看下面的盒子 打開後我們發現裡面有說明書 保用證, 一些文件 下面就有充電用的Micro USB 線 接著還有大碼和小碼的耳塞 最後我們把主體拿出來 把膠紙撕開 我們看到這個耳機的盒子 下面印了一些充電和電池的參數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盒的另一端有我們的Micro USB 充電口 而正上方就有Bose 的雙標 接著我們打開盒子看看 裡面就看到我們的耳機 另外看到兩眼閃著的燈 是充電燈 接著我們把耳機拿出來看看 這個就是耳機的外觀 上面有些藍色紋理 而裡面就是螢光黃色 而每隻耳機的下方都有充電用的金屬接點 接著不少得的當然就是安裝它的APP 安裝完APP之後 我們就可以有不同的功能 例如有軟件更新 另外APP也幫你配合耳機 另外也有耳機搜尋功能 當你不見耳機的時候 它就透過GPS來記下對上的位置 那今天的開箱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知道耳機的使用體驗 大家記得留意下面的 comment 和 description 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留下問題 來問問我的使用體驗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給我一個like 另外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不分太 有外 says 有外加快 你不分開